你绝对想不到 眼前这个发育成熟的女孩子 她三小时前才11岁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再短短三个小时 就快速长到了18岁 时间回到一天前 强哥带着家人出去旅游 路上孩子们很开心 但妻子花姐去心事重重 原来两人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 准备这次旅游结束后 就和孩子们看台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度假区 经理在门口亲自迎接他们 漂亮服务员根据他们的饮食习惯 调出了特制的鸡尾酒 更有无限量自助餐供应 服务绝对好的一批 这里介绍下强哥的两个孩子 大女儿叫鸭蛋 小儿子叫狗蛋 狗蛋在玩乐的过程中 认识了经理的直直黑蛋 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基友 经常玩文字菜蜜游戏 到了第二天 一家人正想用早餐的时候 经理走了过来 向他们推荐了一处沙滩蜜镜 那里有绝美的风景 还特意表示 自己只对看顺眼的游客推荐 强哥一家受宠落惊 纷纷表示想去看看 这时狗蛋发现黑蛋站在不远处 焦急地望着自己 却被他的经理叔叔给赶走了 没过多久 几人就坐上了景区安排的专车 同行的还有另外一家四口 医生以及他的家人 汽车行驶了半小时后 终于来到了一片森林里 司机将他们的行李全部搬下车 让他们自己步行前往 然后驾着侧阳长而去 八人穿过森林 经过一条狭长的岩峰后 眼前出现一片优美的海滩 四周被巨大的岩石包围 确实是一处度假的好地方 两家人愉快地玩了起来 狗蛋很快就和医生的女儿小花成了好朋友 这小子 长大后绝对是个泡妞高手 这时亚旦注意到 沙滩上还有一个人 是著名的说唱歌手小张辩 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 显得有些诡异 过了一会儿 几个孩子正玩座面场的时候 狗蛋的身后突然飘来了一个东西 把他给下了个半死 尖叫声惊动了其他人 大家走过去一看 才发现是一具女性尸体 众人都吓了一跳 这时一直沉默的小张辩走了过来 说这个女人昨天是和他一起来的 进入海里后就再也没回来 医生开始怀疑 是小张辩上人抛尸 因为之前只有他们两人在这里 强哥想要报警 却发现这里根本没有信号 就在这时 一对夫妻也来到了这里 帽子哥一眼就看见了沙滩上的尸体 决定马上离开这里 可他刚走入岩峰中间 就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等他再醒来时 人已经回到了沙滩上 妻子告诉他 他刚进去没多久 就躺上着走了回来 然后晕倒在了地上 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 医生的老母亲就没了呼吸 像是自然老死一样 更加离奇的是 花姐发现鸭蛋和狗蛋突然间长大了 自己都差点没认出来 大家终于一时到了不对 小张辩急忙往出口跑去 医生以为他想畏罪潜逃 也急忙追了过去 结果两人都失去了意识 醒来后都回到了沙滩上 种种离奇的事件 让原本患有焦躁症的医生更加暴躁 他拿起小刀划破了小张辩的脸 认为都是他在捣鬼 可恐怖的事发生了 才过去十几秒钟 小张辩的伤口已经愈合 只留下一道伤疤 再结合几个孩子突然长大的情况 他们很快得出了结论 这片沙滩的时间流出很快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每家都有人生病 比如医生患有焦躁症 帽子哥的妻子患有癫症 小张辩患有败血症 而花姐则是肚子里整了一个肿瘤 就在这时 花姐感到肚子疼痛 她体内的肿瘤迅速变大 必须马上切除 在强哥的同意下 医生为花姐做了切除手术 取出肿瘤后 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花姐也很快醒了过来 而小张辩先开毛巾后 发现那具女士已经变成了骨架 细心的花姐也发现 正值壮年的强哥已经长出了皱纹 通过大家的计算 发现待在这里半小时 等于外面的一年 这边大人们正在商量对策 帐篷里已经成年的狗蛋和小花 却悄悄吃起了筋骨 等他娘走出帐篷时 小花已经怀孕 并且马上就要生了 其他人只好赶紧给他解身 成功生下一个婴儿后 由于时间流速太快 婴儿很快就被饿死了 医生的情绪终于崩溃 提起小刀捅死了小张辩 小张辩估计有点死不明目 你大爷的 你女儿被狗蛋搞怀孕了 你跑来捅我搞毛 刷完人后 医生的情绪稳定了下来 强哥趁机夺走了他的小刀 眼看这样下去大家都得死 帽子哥决定游到对面的海岸求救 结果没过多久 他的尸体就飘了回来 就在这时 他们看到山顶上有一个人 似乎正在见识他们 眼看两条路都走不通 小花决定从悬崖上爬上去试试 结果快爬到崖顶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意识 静止从上面摔了下来 直接驱领了河饭 大家还没来得及悲伤 帽子哥的妻子癫痫就发作了 倒在地上不停地抽搐 直到停止了呼吸 看着眼前里人的尸体 强哥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 花姐的听力也开始下降 似乎生命快走到了尽头 两人依偎在一起 绝口不提离婚的事 发生了这么多事 两人即将死在这里 一切都变得不再重要 就在这时 医生的精神病再次发作 拿着刀刺向强哥 花姐急忙反抗 情急之中 又一把生锈的刀刺伤了医生 由于时间流速的加快 破伤风迅速扩散 医生挣扎了极下便断了气 此时沙滩上其他人已经死光 只剩下强哥一家四口 一家人坐在一起 开始回忆自己的这一生 第二天一早 强哥和花姐已经老死 狗蛋和鸭蛋也扔到重脸 计算了一下后 知道自己只有13个小时的寿命 他们放弃了继续逃命 而是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都一个杀宝娃 毕竟他俩还只是个孩子 玩着玩着 狗蛋想起来 在他们离开度假村的时候 黑蛋乘给了他一张纸条 为了不让人生留有遗憾 狗蛋拿出纸条 解开了上面的谜题 结果上面写的是 我叔叔不喜欢珊瑚 两人抬头一看 果然不远处发现了一片珊瑚礁 狗蛋大胆的猜测 那片珊瑚礁就是离开这里的出口 两人跳入水中 朝着珊瑚礁游了过去 果然发现了一条通道 正当两人准备游过去时 亚当的衣服被珊瑚礁挂住 狗蛋只能返回帮助姐姐 就在两人奋力挣扎的时候 一只望远镜正在观察着珊瑚礁 等了半天没看见人游出来 便打电话汇报说 73号实验完成 人已经死光了 这人正是送他们来这里的司机 原来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人为的阴谋 司机离开这里后 来到了一间实验室里 此时终于真相大白 这里表面上是度假村 其实是一个医药公司的研究基地 他们利用那片沙滩时间加速的功能 将生病的人送到那里去 在他们身上实验信药 可以大大的缩短实验周期 这个基地的负责人 就是度假村的经理 而一开始服务员当给他们的鸡尾酒 里面正式加入了研制的信药 简直是伤心病狂 居然用人命来做实验 而且从实验编号来看 他们已经进行过72次实验 死亡人数不计其数 第二天 度假村再次迎来一批客人 经理在门口热情的迎接 服务员也送上了特制的鸡尾酒 可就在这时 男人正式压蛋和狗蛋 原来他们成功逃出了珊瑚礁 并向警方报了警 两人也见到了救命恩人黑蛋 昨天还是玩伴 再见面已是沧海桑田 最后警察端掉了这里 疫情情绪还是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看完这部电影后 个人感觉前面还是挺好的 能够让人急速刷牢的海滩 很新奇的一个设定 剧情也十分的紧凑 就是有点虎头蛇尾 结局过于老套 应该派成姐弟两行恩贵来 设法将一群禽兽送进了沙滩 让他们感受一下 那种眼睁睁看着自己牢去的感觉 这样才真的大快人心 同意的老铁禽扣薄衣 好了 本期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见